华临港6号晚间接获赖比瑞雅及霍伦回音号的通报 船上有三名中国籍的船员 在密闭的船舱内昏迷了 庆舅紧急后送 而海巡以及空勤立即展开协助救援 而在晚间将近11点时成功吊挂 但不幸的是 三名船员在抵达医院时都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 火旋桨轰轰轰作响划破宁静黑夜 空勤直升机立即启动前往救援 救护车鸣笛声响遍整个花联港 一旁警车也随之出动 6号晚间8点多位在花联港外海大约12海里处 一艘负责载送煤炭的赖比瑞雅及散装货轮 突然向台湾发出求救信号 货轮上三名中国籍船员 疑似是在密闭舱间作业时 无意间吸入过多煤炭毒性气体 导致一氧化碳中毒休克 根据了解这艘货轮原本是从南非的理查港口出发 中途经过新加坡港口 预计7号早上7点要进和平港 不过却在途中发生了意外 花联线消防局以及海巡接获报案后 立即派遣人员前往救助 然而因为赖比瑞雅及货轮船身长达230米 吃水13.5米超过了花联港停靠限制 导致海巡艇无法顺利救援 最后改由空勤总队直升机吊挂协助救援 经过花联新消防局以及花联港务消防队送一抢救后 三名中国籍船员最后仍然宣告不治 记者学历请李佩禅花联报导